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要塞才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繼續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 Wafi Wafi 你好 這一節跟大家跟進市場的消息 跟進各別股份 先講講編號2007碧桂園 看到現價是5.5碧 今天來講是7% 公佈了消息數據 看到是達標 這些數據都能夠推動股份 但也知道伏牌也有個故事 你怎樣看今次股價方面有個上場情況 如果以《逼國賢》來計 本身今早就停牌 但下午回來就伏牌 伏牌之後股價更好 正如是Mac這樣說 當中牽涉到很多的公佈 或者很多的傳聞出來 當然你說為何形成這件事 或者有什麼因素構成了這個 整個故事出來 我覺得這樣說 都可以略略跟大家講解一下 因為以今天之前來計 例如早一兩天來講 其實都曾經有些報章報道 其實有講過一點就是 畢國園的一些董事會 其實畢國園的總裁 和一些執行董事 在他們之間互相內部溝通的時候 其實都曾經有講過 一些叫未經核實的數據 即是變相某些比較高級的管理層 和其他管理層曾經講過一些 相關畢國園 可能這一刻的銷售數字 變相有少少令曾經傳過一點就是 會是洩露了相關重要的數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一個投資的角度上看 或者所謂的操守上看 理應來計 這些敏感的數字 應該就是 起碼就算不同報道 起碼就算你要選一邊 怎樣都要對外公務助 即是讓公眾知道了 才對內部一些相關人士知道 是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比較正確一點 但現在反過來 反而有傳過一點就是 讓內部人士首先知道了 雖然曾經傳過一點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其實有些的即所外規現象 可能變相不少在這個情況之下 都令到股份 剛才看到了 今早就停了牌 到今天下午復派回來 其實都出了一個公告 澄清一下 一來就說了一點 就是之前這件事件裡面 所牽涉的一些敏感的數字 是他們公司所謂初步的數字 而不是一個落實的數字 變相他們都說了一點 就是這件事來計 其實初步可能就這樣說一下 變相不是一個實質的數字 不是一個實數的時候 可能都未必構成一個 真是叫洩漏的一根數 而且這裡也說了一點 就是順帶 都因爲 我都不少看到 就是因爲大家 特別都知道這件事之後 都不能夠不令到 碑桂園 都提早在今天來說 出澄清之外 更加公佈了 在截止9月底的數字 由原本年初定的目標 620億來說 去到9月底 已經去到647億 變相已經超了標 變相在9月底已經超了標 再說大家預期回到10月 12、12、12月 還有3個月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個數字 有機會更好 所以反而你説 雖然反而之前有些事件出現了 但可好再叫之外 澄清了 再加上公佈數字 是這麼漂亮的時候 的確反而令到大家都有好的因素 大家看 令到今天的價錢炒上座 再加上始終以來 加上今天的市場 都稍為叫做比較漂亮 所以在這些比較氣氛好 或者比較漂亮的事下 稍為有這些消息的時候 反而有時候大家的情緒上看 是調轉炒的 可能覺得是一件好的事 所以令到價錢 今天升得會比較誇張一點 看到公司公佈了 公司截止到9月底 已經達到620億元人民幣 還有一些全年合約消售目標 暫時來說 合約的消售達到647億元 這些數字都是股武性 另外有些相關新聞出來了 就是北京方面 國慶期間 就是北京的新屋簽約的量 同比大增是7.9元 其實相關消息 都是有些振奮 令到整個內房股做得不錯 你怎麼看這個走勢 單單看筆桂園 自9月已經這麼好成績 接下來有些華國慶做得不錯的消息 接下來會不會再爆了 以內房來說也好 或是碧桂園來說也好 正如剛才上一次 我記得有問答的時候 加領工做問過 就是688的時候也說了一點 內房其實可以說是比較難看的 因為以今年來說 回到這一刻計算 隨著去年這麼多間內房企業 銷售得這麼漂亮 這麼大基數之下 本身只有這一點 大家今年回來覺得 增長應該會比較放緩了一點 始終基數比較大 而且以來 今年不斷回來都說 隨著內地的樓價 整個整體來計 都仍維持在比較刺激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大家擔心 其實中央有機會 或者有可能性 是會不斷出招做個打壓 變成這些因素 好像本身 今年回來對內房的看法 是叫做差了的 但結果 去到這一刻來計 無論9月過完 到10月份來說 就著很多家都已經公佈了9月份數字 或者頭9個月的數字之後來看 其實又不是這回事 全部都是買得非常漂亮的 整體來講的銷售 都是非常強勁 所以一來銷售好像很好 但你現在不斷說 就是有些調控 有些問題存在 究竟你實質 拉回來看 究竟是好還是膽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真是比較難判斷這個版法 所以如果自己講開的時候 不斷提到一點 就是內房來計 什麼時候都是這樣說 不是說不可以去買 但我會比較 今年也是這樣說 比較建議中短線的部署 即是不像去年 建議大家比較中線的自由 反而是真的拿得短一點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機會 補充一兩下的一個聲勢 去獲一獲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炒作性 可以是這樣看 而至於回應 問到 究竟筆掛員來計 又可不可以追得過 或者考慮得過 當然從這一刻的形態上看 其實是挺漂亮的 因為特別今天來計 有過的突破之後 其實已經升穿了 特別由去年11月份開始延伸上來的 一個叫上升櫃的頂部位置 大概5.4 所以我相信一點 只要大家如果在範圍上有貨 而後市的價格不穿回到5.4 我會建議可以繼續持有 看看有沒有機會 試一試上去大概5.8至6元 這些水平 但當然如果本身在範圍上沒有貨 說真的安全點計 我不是太建議 這些價位這麼急著去追著 因為沒錯 你的形態是漂亮 或者成交都很大 但我覺得安全點計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慢慢 或是明天來計 或者是後天來計 可以輕輕做回整固 調整 碰碰碰5.4 如果有機會落下這位置 才做方向部署會比較好 好 謝謝Wafi 跟大家先跟進一下 整個版塊的最新表現 看到中海外 現在還有23.5 升幅7毫升幅超過3% 華潤之地 抹升至近4% 現價做22.7 碧桂園 抹升7% 剛才說到 不至於 世務房地產 現在升超過5% 現價做19.1 福利地產13.2毫升幅超過6% 雅居樂 抹升超過2% 現價做8.89 合景貸付5.09 現在升至近4% 遠洋地產做4.82 升幅超過3% 恆大地產現在做3.63 升幅接近6% 月秀方面 最新部2.21 暫時是升超過2% 好,Wafia 最後都要問問你 其實很多分析都說到 如果是買內房的話 都會儲回一些大隻 像6800或1109 但見到今天來說 升幅都不小 反而升幅來說 又不算是他們最多 其實如果真的去買的話 做一個短線的部署 應該是否較大 還是其他還有追落空間 如果以整個內房來計 純粹以短炒那裏看 當然以6800和109 超過大隻 未必這麼快即時 是叫做炒得起 如果以短線那裏看 即整個板塊都一起 加上去看 反而我會建議 只擺了13 新貿房 其實都可以考一考慮 因為走勢上去看 其實都挺漂亮的 特別看到這幾天有少許反覆之後 去到大約18.3 到50天前左右 今天都會有一個反彈不錯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陣子 可以乘在細胞靈底下 試一試上之前的頂 大概20元便利水平 做短期的目標價 可以回到這位置 做食物位 好 謝謝W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 繼續有發達廣場的環節 你和Wafi先做新報 看看各位的高分 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 謝謝W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謝謝Wafi